何谓勇士? 关于这个问题,我曾仔细思考过,也与人探讨过。 有人说,沙场冲锋,为国尽忠,汉不畏死者,是为勇士。 也有人说,自反而说,虽千万人,亦亡者,何谓勇士? 还有人说,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如子牛,此种人也可称作勇士。 那么,他们究竟谁是真正的勇士? 诚然,以上三种人,他们都是真正的勇士,他们或许做的是不同,有着不一样的人生。 但,这三种人,却都用他们那刚烈的气质,成就了属于他们的勇士之名。 而今天,我要为大家介绍的,便也是一位真正的勇士,张良。 事实上,关于张良这个名字,以及张良的故事,相信,凡我国人都是了解的, 即使是不了解的,也至少是听过这个名字的,知道这个人的,明白这个人是干什么的。 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,识人以帝王之师称之,后人以谋胜尊之。 历代,王朝更是一次次的将其配享历代帝王庙中。 以上,便是张良这个人于后世的地位表现。 所以,尽管张良在事实上,就只是一位谋士,但是,其人所成就的功业,所展现的人格魅力,却为后世之人所不断崇敬。 而后人尊奉张良,也更多的是,以其超绝的计谋算术。 看,在我看来,即使是去掉那些,张良此人真正的人格魅力,也是足以让我等后人为之赞叹的。 可以啊,武之所谓豪杰之事,必有过人之劫,人情有所不能忍者,匹夫健辱,拔架而起,挺身而斗,此不足为勇也。 天下有大勇者,足然灵之而不惊,无故加之而不怒,此其所携持者甚大,而其之甚远也。 张良,众所周知,这是一位毛氏,而在我们大多数县人的眼里,一般毛氏之人,都是和永字不沾边的,毕竟,毛氏者,也多为文弱书生,故而,书生者,何谈永也。 然,这不过是县人的误解罢了,没错,张良此人的确是天生的文弱书生模样,正如太史公所说的, 予以为其人既魁梧其尾,质见其徒,壮貌如妇人好女。 是啊,一个长得如同女子般的书生,谁又能想到,居然就是那位名镇天下的张良张子房呢? 事实上,张良此人虽然长得文弱,但是其最出名的,也是最为识人为之尊重的一件事,正是其对于那千古一帝秦始皇的惊天异计。 二十九年,始皇东游,智阳五波廊沙中,围道所经,求福德,乃令天下大所时日。 秦王嬴政即位的第二十九年,也是其君临天下,即皇帝位的第三年。 当质得意满的秦始皇率领着其庞大的禁军卫队出巡天下之时,却没有料到,一场针对他的巨大灾难即将来临。 那一年,应该是公元前二百一十八年,而此时的张良也已经有三十二岁了。 换作常人来看,此时的张良最应该做的事,就是成家立业。 但谁都没有料到,这位年轻人居然会有如此的血性。 是,六国是亡了,尤其是若寒,更是首先亡国。 但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,却并不能轻易接受这个事实,五世向寒呢。 曾经的张良家族连续数代深受韩王恩惠而历任相国之位,然却最终将韩国代相毁灭,虽然他们的确是尽力了。 可张良,这位年仅三十二岁的年轻人,却并不甘如此,正所谓匹夫一怒,尚且续见五步。 故而,张良眼见仇人依然存世,便决意,暴毙死之心,行惊天一词,和郎上,五地名,位于我国仙金河南省原阳县城东郊。 没错,这里就是张良为秦始皇这位扫荡人间的一代雄主选择的目的,但能不能成还是两说。 虽然,张良为了刺杀秦始皇,不仅散尽家财,还仔细谋划数年,更求得伊丽氏帮助。 无疑,此次张良就是要避其功于一翼,一战杀始皇。 那么,张良成功了吗? 但凡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,秦始皇是病死的,所以,很显然,此次张良的行动,尽管谋划完备,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。 其实,本来是可以成功的,但是谁也没有想到,居然打错了,只打中了秦始皇座驾中的一辆副车,只能说是天命如此。 然,此次的刺杀行动,虽然未能成,但也逼得秦始皇于全国之内捕杀罪犯整整十日。 由此可见,此次刺杀行动,对于始皇的震慑力,而这一切,居然就是一位长相如妇人的张良所为。 是啊,人真的是不可貌相,如张良,虽其貌不扬,但是其人却能以孤身之力行六国后人不敢为之事。 那么,这样的张良,可称之为勇士吗? 如苏东坡刘侯论中所言,是,匹夫一怒,续剑五步,但这就是真正的勇吗? 张良是够血性,以孤身之力,报必死之心,行惊天一次,作为一名血性儿郎。 至少我个人是服的,但问题是匹夫之怒固然精彩卓然,可又有什么用呢? 意义何在,始皇依然健在,这天下依然还叫做秦帝国,而你张良呢? 反而是为了逃命隐姓埋名,流落他乡,这就是真正的勇吗? 当然,我不是说这不是勇,然,至少距离苏东坡所言的大勇者,真正勇者还是不够资格的。 众所周知,张良一生中影响其最大的奇遇,便是那场一上寿书。 当时,张良已经经历了伯郎沙事件,曾经的那股傲气虽然依旧,但是却更沉稳了。 而就在这时,在一上桥头,张良遇到了一位老人,老人二话不说,就把自己的鞋子扔下桥去,并故作傲慢地直屎去捡。 话说张良是何等人呢,顿时就想揍着老家伙一顿,但又念起年老,便强压怒火去捡,却不了。 老人对张良说了一句,如此可叫也,之后便与张良约定五日之后,再与此地相遇。 五日后,张良到来,却看到老人早到,老人怒骂张良不守时,并让其五日后再来,其实怎么能说是张良不守时呢? 明明是老人来早,但此时的张良却并未计较,而后又是五日,张良提前到,但不料老人又是早到,便又骂张良另起五日后再来,而这次张良遂吸取教训于半夜到达,果然不久后老人才来。 故事,到了此时才结束,原来老人做了那么多,其实就是为了试探张良,考验张良,很显然,张良通过考验,由此老人便刺其太空兵法,助其成就大业。 以上故事,正如苏东坡所认为的,固然,这故事有神话的成分在内,但是真假先不说,就说此次事件中张良的行为,正如苏东坡认为的,这天下真正的大勇者,是能够有大人者。 如张良曾经,并报仇,有大财傍身,却行匹夫之勇,其未死,也算是上天怜惜他。 而愿为赐予张良兵法的老人,更是如此。 老人为何要一次次地试探张良,羞辱张良,其实就是要让张良明白。 大丈夫行事,被羞辱与侮辱都是难免的,但若是是争强好胜,是是行匹夫之勇,则终究成不了大器,唯一小人物罢,唯有能忍一时之人,方才可成日后之大业。 总之,真正大勇者,便是能能有大人者,正所谓,天下有大勇者,族然临之而不惊,无故家之而不禄,此其所挟持者甚大,而其至甚远也。 如此,在我看来,张良而后能够成就如此大业,齐德兵书固然是一方面。 更重要的,或许是在那次事件中真正明白的事情,一个人,最重要的是要明白自己的一生要做什么,而不是只图意识之快,否则,其人终究是难以成就大器,过,先有勾建卧心长胆,遂成三千月甲可吞吾,后有寒信受胯下之辱,才能领三军舰不是之功。 那么,再到权文开头,什么才是真正的勇士呢? 很显然,定然是如张良这般的人物,虽有如一女子之文弱身体,却心怀大智,虽初期莽撞行匹夫之勇,但是其能知错就改,能忍一时之气,受一刻之辱,方才最终凭借其智谋,助佩公刘邦提大军入汗谷,空咸阳,从而一战灭秦,实现了其毕生之愿。 如此,采访为那个真正傲视华夏的谋圣张子芳,才是我真正尊重张良的原因。 最后的最后,就附上苏东坡刘侯论全文,以全刘侯张子芳大勇之名,古之所谓豪杰之事,必有过人之节,人情有所不能忍者,体肤渐如,拔架而起,挺身而斗,此不足为勇矣。 天下有大勇者,足然灵之而不惊,无故加之而不愣,此其所携持者甚大,而其之甚远也,夫子房授书于遗上之老人也,其是甚怪,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事,由隐君子者出而使之。 观其所以威贱其义者,皆圣贤向于警戒之义,而士不察,以为鬼物,亦以过矣,且其义不带数,当寒之王,行之方圣也,以刀具顶祸,待天下之事。 其平居无罪以灭者,不可胜数,虽有奔,欲无所俯视,夫子法太极者,其封不可犯,而其是未可承。 此房不忍愤愤之心,以匹夫之力,而逞于一击之间,当此之时,此房之不死者,其间不能融化,但亦以威夷。 千金之子,不死于盗贼,何者,其身之可爱,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。 此房以盖世之才,不为一隐,太公之谋,而特出于荆轲,聂政之计,以侥幸于不死,此一让老人所为身息者也。 事故巨傲鲜甜而深者之,以其能有所仁也,然后可以就大事,故曰,如子可教也,楚庄王伐政,正不肉坦千阳以匿。 封王曰,其君能下人,必能信用其名以遂舍之,勾见之困于会计,而归臣谢于武者,三年而不倦,且夫有报仁之志,而不能下人者,是匹夫之刚也。 夫老仁者,以为子房才有余,而幽其度两之不足,故身者其少年刚锐之气,使之人小分而就大谋。 何则,非有生平之素,足然相遇于草野之间,而命以仆怯之意,由然而不怪者,此故秦皇之所不能敬,而相及之所不能勿也。 官夫高祖之所以胜,而相及之所以败者,再能忍,与不能忍之间而异议,相及唯不能忍,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疯,高祖忍之,仰其全疯而待其弊,此子防教之也。 当怀音破旗而遇自亡,高祖发怒,禁于此色,由此观之,犹有刚强不忍之气,非子防其水全知,太史公以子防以为魁梧其味,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,不称其智气。 呜呼,此其所以为子防鱼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